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依然是您的风格一部叠战片 是 是 是 而且又是在我的家乡哈尔滨零下38度拍摄的 著名简约王志刚先生 这次也参演了我们零下38度吗 您在里面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演的是当时一个围满的一个厅长 警务厅的厅长 当时的正厅都是中国人嘛 算是 算是主要之一 周雅园之一 每次都会有 因为凯阳呢 当然呢 我们也是哈尔滨人 多少年就是上系的同学 有多年的兄弟 而且呢 也是合作的觉得稍稍的有点晚了一点 而且加强补课 零下38度 非常有张力 同时呢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地域色彩 很鲜明的导演和作品 这叫哈尔滨往事之一 之二 之三 哈尔滨 大家对这个哈尔滨啊 都有 熟悉哈尔滨的人 一定以哈尔滨为荣 不喜欢 不熟悉哈尔滨的人 也一定很有向往 但是向往当中都是哈尔滨的冰灯啊 或者哈尔滨的这个那个那个香肠啊 还有那个叫松花江上啊 但是哈尔滨往事 它为什么形成哈尔滨这样的氛围风格 这是相当相当值得去探索 和这个工作就是由江导一 我们这些用作品来呈现 呈现给大家 所以这个哈尔滨往事系列 一二三四非常值得关注 感谢了 说得太好了 我觉得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老男孩嘛 是不是 老男孩就是既有男人的历练 又有男孩的这种创作的激情 所以相信我们这一群老男孩们 将给我们带来 老男孩大叔们将给我们带来 一波又一波非常精彩的电视剧 以及电影作品